我操醫療窗裡有一個 醫療窗裡 我得進去 拿呀 這是個玩家呀 小心點 我得被扔雷了 什麼雷 我操 我操 我來丟 這個 這個有病吧 我只能說這次的倒幕狂歡活動真的是一坨 咱也不知道這個傻杯尼吉塔設計師他是哪根腦子沒有上弦 想出了這種倒幕狂歡活動 這次的倒幕狂歡系列活動的六 就是需要在街區去移命單局殺7個boss 條件非常苛刻 雖然說難度有所降低 所有boss都在撤行裡刷 但是只要有其他玩家給你搶一個boss 或者是來搗亂 這局你就甭想做完 想做這個任務的前提條件有很多 必須去復活點好 也就是說離車行近一點的 早近早清 沒等到其他玩家過來 你就給boss欠完了 要不然你就會像視頻開頭一樣的我一樣 瘋狂嗝屁 各種因素影響你欠不了boss 從而暴斃 但是想欠boss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辦法 接下來我就把欠boss的一些我個人的想法告訴各位 第一要去夜圖 夜圖人確實少各位 第二你可以選擇就是現實中的晚上凌晨 或者是第二天的早上來欠boss 這個時間段遊戲內玩家也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一定要把你的槍帶上大膽骨 要不然子彈根本不夠用 要殺7個boss 說了這麼多 那麼接下來怎麼廢話不多說 進入實戰 我看到了 哎唷 來 往後撤 勒為我 收到 來了一個先邊丟 然後應該來 二十二十 丢丢丢 丢踢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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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太多了 他差几个 马上完了 还差两剩最后一个了是吗 不不最后两最后两 那你先别找三千啊 找另一个先吧 我知道我再找 跟个雷 在脸上 用一个三枪 这里就要说到尼塔 这个设计师 这个智障的小脑袋 瓜子到底在想些什么 最后这个谢三枪 杀完所有boss之后 他就是不漏 我和我的队友 往上抛了队友 小20颗雷 他就是不漏 最后的最后 实在没有办法了 想去看着碰碰运气 这部间里有一个弹幕说 在银行的四楼 可以打得到这个三枪 果然 我上了四楼之后 发现他就缩在一个小走落里 做不了了 做不了 他不会过来呀 十八离吉他 看你搞的这个逼活动 再见 走了 打倒了 打倒了 感谢观看